4月4号就是儿童节了 县府也宣布3月29号到4月2号 是宜兰的儿童周 同时有准备五项好礼 要送给县内的幼儿和国小学童 包含了票选专属礼物 美校筹办同乐会 延长下课时间 还有美味的儿童特餐 以及结合了观光工厂举办了画图比赛 县长林子庙希望所有的小朋友要健康成长 快乐学习 今年的儿童节 县府为了让不同年龄的小朋友 获得最适合的礼物 所以在幼儿园的部分 送上需要组合能力的立体拼图 而国小部分则是补助经费 由各校学生自己票选喜欢的礼品 像是圆山国小就选了充电室的手拿电风扇 县长林子庙还亲自来送上 学生们都表示实用又环保 电风扇 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很热 因为价钱要高很热 这样可以边狗边亏 以前收到的像有便当盒之类的礼物 那今年呢 今年是这个手持电风扇 因为夏天快要到的 所以我们有拿这个手持电风扇就 可以享用环保也不用开那么多的冷气 跟电风扇 而县府首创儿童周活动共推出五项大礼 除了有趣味食用的玩具礼物 还有各校举办闯关游戏或园游会 延长下课时间并且推出儿童节特餐 另外就是去年大受好评的梦工厂绘画比赛 对于他们的想法 我们也要尊重 所以对我们的小朋友 在这个儿童节的前夕 他们有很多的愿望 第一个愿望 他们希望自己选礼物 那圆山国小是手持的电风扇 这个很实用的 节能减碳 再来呢 他们也希望呢 下课以后呢 20分钟的 希望能够30分钟 而且呢 我们结合了这次那个 陈盛藤 陈理事长 结合这些小朋友呢 能够到我们的梦工厂 可以去围图 绘画 那都希望呢 小朋友的这个成长过程 带有个美好的回忆 而且呢 对于小朋友的这些 我们的 他们的希望 我们都会尽量的来把它实现 希望能够呢 让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校长 学校的这个用心 家长的这个陪伴 而且县政府 我们呢 希望把小朋友的这个福利 把它做好 让他们呢 能够很快乐的 能够成长 在地企业回馈给社会 回馈给我们宜兰县 所有的县民 以及独立小朋友的一点心意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宜兰儿童梦工厂第二届 透过多元精彩的活动 要开创学生的创造跟想象力 同时又促进亲子关系 打造健康快乐的教育生活环境 宜兰儿童梦工厂 宜兰儿童梦工厂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林采访报道